哈喽大家好,我是娟元姐 今天呢,我来教大家勾另外一款包枕 这款包枕呢,是由上下两面组成的 然后每一面呢,又是由六个单独的小片组合而成的 勾边方法非常的简单 新手姐妹呢,也是能够很快的勾好的 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勾下这款包枕 首先我们来起针 大家看一下 把线这样打一个线圈 把勾针穿进来,适当拉小 锁手把线搭好 然后勾针绕住线 拉过这个小线圈 这是一个变子针 然后我们再勾一个变子针 绕住线,拉过来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最先开始呢,起两个变子针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第一行 我们在第一个变子针针颜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然后呢,我们把勾针上面两个线圈,拉线并在一起 这是一个短针 接下来我们还从这个变子针针颜里面穿针 再勾上一个短针 穿针,勾住线,拉过来 然后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好,第一行就勾好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等于是勾了一个加针 在一个针颜里面同时勾出来了两针 接下来勾一个变子针 然后翻转过来 我们继续勾第二行 第二行不加针不减针 在每一个短针针颜里面 对应勾上一个短针就可以了 行着穿过这两根线 这是短针针颜的部分 把线勾住,拉过来 勾上一个短针 接下来呢 我们在下一个短针针颜里面穿针 再对应勾上一个短针 第二行勾好之后呢 还是两个短针 接下来我们勾一个变子针 翻转过来 我们继续勾第三行 第三行呢 我们在每一个短针针颜里面 对应勾出两个短针 第一个短针针颜里面穿针 勾上一针 然后呢 还在第一针里面穿针 再勾上一针 这是一个短针的加针 对吧 一个针颜里面同时勾出来了两针 接下来我们在第二个针颜里面穿针 也勾上一个加针 也就是勾上两个短针 大家看一下 第三行就勾好了 我们就变成了四针 我们是一行加针 一行不加针 在单数行上面加针 双数行上面不加针 刚才是第三行 我们进行了加针 接下来我们勾一个变子针 翻转过来 我们继续勾第四行 第四行呢不加针 还是勾这四个短针 每一个针颜上面对应勾上一针 单数行加针 双数行不加针 第四行就勾好了 接下来我们勾一个变子针 然后翻转过来 我们继续勾第五行 第五行是单数行 需要加针 在第一针和第四针里面加针 中间两针呢不发生变化 第一针里面勾上两个短针 然后中间的两针不变 每一个针颜里面对应勾上一针 第四针里面勾上两针 那么第五行勾好之后呢 就变成了六针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一面 做一个标记 也就是说呢 每次我们到了这一面 看着这一面来勾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进行加针 大家看一下 每次到了做记号标记的这一面 我们就需要进行加针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六行 一个变子针 翻转过来 第六行是双数行 不用加针 还是勾这六针 每个针颜里面对应勾上一针 好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勾第七行 先勾一个变丝针 然后翻转过来 我们是看着记号扣这一面了 需要加针 在第一针和第六针上面 先加针 中间四针呢 不发生变化 第一针里面勾上两针 然后中间四针里面 对应勾上一针 然后最后一针里面 勾上两针 那么第七行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变成了八针 每一行加两针 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和规律 每次到了最记号扣标记的这一面呢 就进行加针就可以了 在第一针和最后一针里面加针 中间呢 不发生变化 一直加到第十九行 我们变成了二十针 然后呢 第二十行 这二十针这一整行勾过来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呢 一直勾到第二十行 给它勾好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第十九行上面 加针加到了二十针 然后第二十行 这一整行也勾过来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勾第二十一行 我们需要进行减针了 大家看一下 先勾一个变字针 翻转过来 还是在记号扣标记的这一面 进行减针哈 把第一针和第二针 两针减为一针 然后呢 最后两针减为一针 中间呢不发生变化 大家看一下 首先在第一针里面 穿针进去 把线勾住 拉过来 不要并针 第二针里面 拉线过来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三个线绢 并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减针 然后呢 我们再把中间的 这个十六针勾起来 大家看一下 还剩下最后两针 把这两针减为一针 第十九针里面 穿针 拉线过来 第二针里面 穿针 拉线过来 三个线圈并在一起 这是一个减针 那么第二十一行 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变成了 十八针 接下来呢 第二十二行呢 我们就是不加针 不减针 勾着十八个短针 就可以了 翻转过来 还是按照一行减针 一行不减针的方法 这样勾下去 给大家多减两行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方法 好 第二十二行勾好了 勾一个变四针 翻转过来 我们继续勾第二十三行 仍然需要减针 把前面两针 和最后两针 减为一针 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来勾一下 第一针里面穿针 第二针里面穿针 并针就可以了 中间的十四针 勾起来 最后两针 减为一针 那么第二十三行勾好之后呢 就变成了十六针 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呢 一支减针 减到只剩下两针 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一行减针 一行不减针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一直勾到了 第三十八行上面 勾好之后呢 还剩下两个短针 我们继续勾第三十九行 先勾一个变四针 翻转过来 把这两针 减为一针就可以了 勾好之后呢 再勾一个变四针 拉线过来 把线直接剪断 大家看一下 我们第一个单元片 就完成了 勾好之后呢 是这样一个菱形的 这样一个形状 我们需要按照相同的方法 连续勾出十二片 这样的菱形片来 每一个颜色 勾出两片来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的十一片呢 我已经提前勾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 每一个颜色 都是勾了两片 方法都是一样的 白色呢 也是勾出来两片 总共是勾出 十二片 这样的单元片来 因为我们这个抱枕呢 是分为上下两面的 每一面呢 是六个颜色 每一个颜色都是不同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六片呢 给它连在一起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起针的这个地方 我们先把这黄色和白色 连在一起 这个地方是起针的地方 从这个地方开始向上缝 一直缝到第二十行 帧数最多的这个地方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在缝合的时候呢 可以用白线 也可以用黄线 都可以 我们来缝合一下 这个缝合过程呢 非常简单 每两片之间 都是这样缝合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从起针的这个地方开始缝 可以把两个正面 扣在一起 把两片这样穿起来 可以打一个线结 这样比较结实 线尾就这样放着就可以了 不碍事的 我们就按照每一行 对应每一行 这样缝起来 一直缝到最上面这个地方 缝到这个地方 大家跟着我来缝一下 其实我们这个片呢 也是不分这个正反面的 那么有这个缝合 很记得这一面呢 我们就把它当做 这个反面就可以了 一直缝到最上面 这个地方 可以多缝上两针 然后呢 把线尾的部分藏一下 长的部分直接剪断 大家看一下 翻过来 这是正面的部分 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呢 把这六片呢 全部这样缝合在一起 方法是一样的 都缝到最上面 这个地方就行了 大家跟着我来缝合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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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